你好 我是林仙怡 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杂志 921地震24周年系列报道 今天华视采访团队的镜头 要带您重回中台湾 走进当年许多灾民的记忆里 像是车龙普断层经过的雾风 有一队被压在瓦砾堆长达11个小时 最后被顺利救出的姐妹 面对镜头含泪分享他们重生的故事 彰化园林一栋倒塌的大楼 曾经参与救人的住户 带着记者重回现场 回顾抢救生命和时间赛跑的难忘经历 而临近镇央的南投湖里 当地民众告诉我们 地震后24年来 家乡如何蜕变 迈向繁荣 这些勇敢面对天灾 历经劫难 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动员故事 一起来看 有一个大头发 还有一个大尘身 参与救人员故事 我的官员起来的事 我是在撞罢了 这条命真的就是大家救命 所以是真的不能随随随便变得到 经历过这些结束以后 当然更正常有生之缘 结果我们还有任务 所以我们活了下 睡梦中突然惊醒 人在床上正剧烈的被左右上下摇动着 感到世界末日 好像真已来临 那个世界感觉很长很长很漫长 因为它是上下洞 有左右的洞 这洞位于树仁路的中正市场大楼 是整排的线下 住户说 有十多个人在一楼的电玩店 来不及逃出 因为陷得太深 挖掘的工作 由专业的土木工程人员接手 这一排一出来到这个地方 陈志平是国小老师 发生地震的那一年 他就已经在埔里任降 这边的这个全部都塌下来 整排都塌 但是后来我看这边好像现在有的变成停车场 没有这个本来就是停车场 还有民众找了怪手自己挖 在房屋窗口挖了个大洞 把房内的生活用品搬出来 因为水电不通 房子又不能住 不知道还要在外头露宿多久 受灾最严重就是这些 你看到的这些重建的东西 有没有 这些都是新建的 今天埔里地区的余震少了许多 不少民众回到家里 甚至小生意也都开张 921地震第二天 埔里老字号小吃店 以面线温暖人心 老板李金二 今年已经80岁 那时候没有卖啦 因为大家没钱 大部分有的来都没钱啦 就是反正来要吃就 有个热心的东西先吃啦 那这一天多后 你们还是继续在这边卖 有啊 我说同样啊 开始也想要买到这久了 我是差不多20年没买了 都没什么改变就对了 没啦没什么改变啦 天摇地动的影像 画面还历历在目 事隔24年 埔里人的容颜 也增添了岁月的痕迹 我们很早就住在这边嘛 这边是我们老家嘛 对 上市里面 这一年过后 有家人要搬家吗 没啦 住家了没 住家了不用 也没什么顺略 继续做就好了 没去呢 对啊 没去 要住家去客人也要来找家 你还要刷一顿 对吧 刷一块到现在二十五块了 一块一块一块多少 一块三块 一块八块 包括现在六十块 有空过来 给我们结个缘分 好 谢谢啊 好 谢谢啊 有空过来 好 请你吃妹线啦 好 好 还要不要摆一下我 1999年921凌晨 普里中华路上 有不少倒塌的建筑 早已经原地重建 二十四年后 普里在地区里说 震伤是他们人生当中的一段经历 幸运的是 故乡依旧 岁月静好 刚刚我们看到那一段 对 就是那一段 就是九五大卖场的对面 这边里有一些是 这个是地震之后新建的 对 好 那这个是新大家庭 对 新大家庭 第一段后其实 大家都是很辛苦的 日外的时候 感觉好像很 很无助 不知道要怎么 几岛开始重建起家族 还是说我们的店 都必须跟他重新重建 杨兴太是普里人 服完兵役之后 就回到老家经营家居店 他说 921带来破坏 却也让故乡借此改头换灭 普里小镇更为繁荣 人家说的 我们的打断手骨店都用 可以把我们布里的一些 旧的建造物 可以说 土的都把重建起来 相信布里 那个 的家庭应该是比 现在目前是 比外面的家庭应该会比较用 中间是刚好塌陷 它是没有再盖上去的 这个情形在普里街道上 可以看到很多 我像蛀牙一般 就是好像缺了牙齿 就有盖 有的没有盖 对 我们家在这个地方 当时这个房子是 是往前倾 那你现在看到的是 大概两年之后 对 重建 附近邻居 爸爸妈妈把孩子接下来 爸爸妈妈才跳下来 人都平安 全家都平安 全家都平安 黄家古厕 九二一之后 也经历了波折不断的 重建过程 那个时候 我们被判全岛 我们就想 这个老房子要再 重建起来 很麻烦 是不是就整个退掉 后来再认真想一想 也不行啊 我成了新房子之后 这样的话 我们整个回忆什么 全部都没有了 国庆国中退休美术老师 黄开山 一手主导老宅 充满儿时回忆的 普里黄家古厕 修复工作 其实这个都已经抽换掉了 但是我们就是用原来 找原来的木料 规格 大小 都跟原来的 几乎是一模一样 再回顾这段历史 他选择把握当下 散发正能量 经历过这些结束以后 我们当然更珍惜 有生之年 能够活得更好 九二一大地震 不仅镇垮了雾峰乡 象征文化精神的 林家花园 乡里包括中正路 树仁路等 精华道路的房子 全都严重下陷倾斜 还有十二层的高楼 车龙普段层重复错动 牵动当年台中县乌峰乡 城乡建筑 不敌地震之后的 巨变样貌 我们那一整排 当时住南神街 那一整排的柱子 全部断裂 所以我们就 整个一楼地层下陷 每震一下就像 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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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 那种 然后飘飘就墙壁 一直在往里这个 牙控肩越来越小 印象中是经过三四 三四十五人嘛 但是他们都没听到 对啊 然后结果我们想说 啊算了好累好累哦 但是当我们放弃那一刻的时候 突然就有人说 你在哪里 其实这个当中还有最重要的是 那个阿嬷 她真的是跟着里长 对啊 要哭了 很累很累 呵呵呵 抱歉 其实 没事没事 其实这个当下 我真的觉得 我不想放弃生命 九二一地震那一年 陈锦婷和陈锦怡两姐妹 都还是小学生 当时 他们一家四口 受困瓦砾堆当中 十一个小时之后 全家幸运活久 所以那时候觉得 比较不好意思 是我们那时候还满 你很慢耶 你什么感觉要救出去 然后阿兵哥对我们的回答是 很好 骂大声一点 才可以知道你们在哪里 他说我们要钻地洞哦 你们就是头低一点 因为他们很怕用那个钻 地磚会钻到头 印象中是我们在里面 然后我哭到 我们俩都哭得很疲惫的 然后结果后来 就有一道光的啪打下来 雾丰箱倾斜的十二层红住宅 已经进行拆除工作 在余震不断的恐慌中 雾丰箱是人心惶惶 可能又重新活过了一次 是新的生命 可能我们现在的 我们当时起来的时候呢 那个生命跟灵魂都是全新的 对 只是我们自己没有自觉 在过去 救一遇的中间 他们让这个逃避 台地出席的蜜 超过十一点前 就觉得说就是 能活得真的很好 然后出来之后我就觉得说 就是 刚好这条命真的 就是大家救的这样 所以就是真的 不能随随随便便的浪费 哇 这里已经二十四年了 变了好多喔 都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 对啊 这里还开了餐厅 还记得以前我们在这边 然后 不管是跟邻居玩啊 还是之类的 烤鱿鱼 对 没错 烤鱿鱼 真的是蛮怀念的地方 对啊 现在都变了 姐妹俩 至今心存感恩 谢谢曾经挽救他们生命 和所有帮助过他们的英雄 彰化的园林镇 是在地震灾难中 彰化灾情最惨重的地方 龙邦建设的富贵名门 是一栋十八层楼高的大厦 而地震发生之后 六楼以下竟然全部下线倒塌 这些地方 我们国内的汽载 包括社工队的 救载汽载 包括民间救人的汽载 是很缺乏的 以前这些大楼入口就是一家 这些地方入口 像汽车的这个地方 对 那时候是上去七楼 他们的条子回来 就整个闪着了 那时候这里倒下来 因为在七楼的地方 还有衣裳还有大人 所以这些人基本上都没办法 六楼以下就危险了 在远从德国来台参与救灾的救难专家 以及救难犬的协助下 当这名女性生还者 从一片废墟中抬出来的时候 赢得所有在场人的热烈掌声 我们地方的救难团体 已经在那后面出出很多遍了 撑开去或是打开这些地震 打拼的地方 因为在那些很悦的地方 所以都看不到 我们围面看起来就是 再拉出来这些画面 然后土耳其家救难家人员 有他们进驻 有他们接手 这名第一个从瓦砾中 获救生还的女性 昨天下午四点钟 彰化消防局和救难协会的人员 首先听到了她的呼救声音 接着德国救难权抵达之后 更确定了她的生存 救难人员精神大为振奋 在中外救难人员的并肩努力下 终于在清晨四点半左右 将她安全救出 园林镇三亿社区发展协会 前理事长黄国珍 本身也是大楼受灾户 生命救援生命的历程 让她毕生难忘 因为发生的时候 大家有生命迹象的 还有一个无人的时候 大家心疼 大家都会心疼 受到服务的话 对啊 感觉还有人活着真好 好玩啊 921地间大丸倒塌的 园林龙邦富贵民门大楼 原有建筑物坐落的地点 已经改为加油站 而原有的住户 也大多已经搬离这个地区 在台湾渡厅都有旧连的所在 最似的地方 我感觉说在中华园林这个所在 是唯一 受灾的所在 两邦大楼 但是所有这些 堆树要旧连的东西 完全都能理 住户楼 住户楼 那些人都没好 我在这里住50年了 都在这里 都在这里 对啊 都在这里 也是在这里 对啊 平安就好了 那是有很多人 你会看到 这个地方 这个加油站 这边走 可以找到 这里就是做一个 幽阴公廟 巴仙公廟的这个地方 来 大楼崩起的时候 还是 求没得到 还是拜没得到 总结在这里 手上去崩 做一个祈福的动作 当时还在念小学的张世宇 现在是新生代理长 大楼建筑倒塌 十三亿里 用二十多个生命 换来的血泪记忆 每年会 会拜的就是地主 或加油站的员工 用老板来做一棵坡道 然后再来就是说 外地的人 想要祈求自己的业绩藏红 来到这边做一个参牌 这样 不然其实讲真的 我们在地的人真的很少 少之又少 这是我们老李党 因为他在那里面的时候 在这里发生 在里面发生这么大的事情 所以就 统计在这个七月半时间 他最多来办理 以前龙帮的这些地儿 就是到穿鱼 做红枪的红圆 对红枪的红圆 成绩他们照逢天災减难 地基今天有什么流沙 都看得很厉害 在很艰苦的当中 可以都成长 可以都更有毅力 更坚强 第一次买到这个房子 就水倒去 用六冠的态度 我一夜就花了一千多万 苦的都已经苦过去了 活得好好的 我们就保护一分一秒 如果还有机会 现在你们那边是阿兵 对你来给他吃了什么 说什么 先给一个拥抱吧 就谢谢他们当时没有放弃我们 当时谢谢 就是只能说谢谢 挺过正商 二十四年过去 他们依旧在故乡 也想告诉大家 我们都很好